字幕提供 回到以前,我曾經試80年代 80年代平均是20元一盒飯盒 到沙士年代才10元一個飯盒 現在你買一個飯盒都不可能要40元 兩頌飯38元 還有一個泥湯 你想想,大家每10年都升10元來計 其實兩頌飯不可以說裂食 就叫做平民化的食品 你現在都是40元 麥當勞一個包一個餐 你怎樣都要30多元,捱著40元走不掉 40多,50元 你怎樣辛苦 我當你是香港人平均,你當三餐年早餐計 計算你乘車 你平均一天都要花150至200元一天 沒錯 正正帶出另一則新聞 這個都想說說,有幾分鐘時間 本地物價高漲 不用說了,這真是廢話 我們香港人絕對了解 日前傳了一張圖 就說,有一個廣男看到一間餐廳 貼了大廚推介的餐單 在外面的牌子 他寫了他的飯,他就嚇一嚇一嚇 他說排第一位就是漢堡火腿煎蛋飯 知不知道多少錢 漢堡火腿煎雙蛋 這些是煮給我兒子 你以為他是一個漢堡扒 這樣就多少錢 漢堡扒在超市買到那些 沒錯,那些 那些一瓶整十塊 他有良心的,煎雙蛋 雙蛋,大廚推介的第一位 年代的飯做成本不超過十元 特級豉油,招牌豉油 對,什麼醬汁豉油 自己煮的,不要想要日本 阿信都沒有 沒錯,開股就說了 他就收七十三元 最近 包包飲品嗎 他又沒有說 沒有寫 都包了,不要緊 包包飲品 送個禮湯 我們在樓下都送個禮湯給我們 對,其他餐有很多 另外那些什麼什麼 鴨排空等各樣 六十幾至八十幾都有 最貴就是 薯仔燜雞 另外還有一些市汁 海上鮮 他有東西喝 轉動東西喝,加多三元 他說現在客餐 七十幾元吃過午餐 他說不如你來來數碼說 就是這樣說 數碼說單的餐牌 是八十幾元一個午餐 所以我們每個都喊 你說剛才說的那個 真的貴的,七十元 七十三 就算一個薯仔燜雞也好 一個剛才的漢堡排也好 整體連飯也不用十元 你說煎給兒子多少錢 煎給兒子的漢堡排 一坨而已 一坨買回來 在冰箱裡拿幾塊煎煎 再煎兩隻蛋 兒子現在懂得煎蛋 再當你加一條唱歌的火 連筆一殼飯也不用十元 成本 絕對明白了 因為人工貴 因為租金貴 這個很離譜 因為以前我也有想開店 攪飲食 大家都要計算 一定要儘量在那間店裡 食材成本 控制在三分之一 另外三分之一是控制在廚師 人工等等 希望有三分之一的盈利 現在一定沒有 現在這個比例也不是三分之一 也不用三分之一 七十元 即是八分之一 有人當然留言 他就說 食材成本 跟剛才一樣 其實都不用五元 有些人說 我認窮 我真的吃不起 他說回大陸 七十三元吃龍蝦仔 都可以 其實剛才我所說 我當你拿出來的兩隻雞蛋 都不用一元 當你一元一隻 你加上漢堡扒 當你給了一條腸 給了什麼都不是有限 和你做薯仔炆雞的醬汁 是分別在於廚師炆的那一刻 其實兩者的成本差不多 隨時薯仔炆雞更便宜 因為它最貴是那份煙肉 沒錯 那是漢堡扒 有些人就留言 給樓主 他就說 其實人家明馬實價 你吃不起就可以不光顧 這句說出來好像很心酸 但又是事實 我擺明搶你 你去給 某某食刺的地方 即是專家 你坐下做個什麼包 你不是說你一千多百可以吃得起 我們不會上去那隻 他說沒辦法 香港人就這麼慘了 這樣說 其實大飯好過 就算在英國生活也是 英國生活你不會外出吃的 都是自己煮的 德國最清楚的 有自己煮也有出去吃 煮不到這麼多的 煮也就是 吃很誇張的 我聽說 我知道是怪的 但你煮真的跟外面相比 很多人說 你煮食比我更好 自己煮也不是那麼好吃 外面可以有些 吃一些難煮的菜 譬如說雞 炸燒 你在家根本煮不到 豉油雞 鵝腸 排骨 鵝腸 你真的煮不到 牛腩 甚至最簡單的牛腩 蘿蔔牛腩 你都沒有原材 沒有這麼大的香 炆得那麼好吃 你在家裡 頂籠不是 真的漢堡怕雙蛋飯 不搶肉 最多是頂籠 炆冬菇 我帶的冬菇去炆冬菇 其他蔬菜是便宜的 但只要外出才能吃到 比較難度高的食物 有些手工的食物 因為現在有些兩送飯 我左燈那裡有一兩間 都很有名 經常傳媒拍攝 比普通的兩送飯貴 但他吃的東西 很棒 煮龍蝦 魚 你家裡也比較好 炸物等等 所以家裡煮是可以 但全程三十天都在家裡煮 吃的都很寡 有些時候德哥說 德哥是荃灣雙拼飯 18元 你介紹一下 反而有時 我真的有興趣去看 去試一下 去試一下 等於在英國唐人街 有自助餐 15磅自助餐又不吃 我真的去吃 當然吃一次就好了 一生人吃一次自助餐 中式自助餐 又不吃 你拍了出來 但是兩送飯 很多種菜 你吃不完吃到很飽 18元 真的試一下 1428元 告訴你在哪裡 快點留言 但怕怕我 不用怕 我自己是壞的 人一生都吃完見識一下 這麼便宜我又怕 18元 這樣也有空 一定不會 酸一定不會 大哥 弄個午餐 餐用蛋也不會 我告訴你 18元 雪藏東西當然了 當然 80元雪藏東西當然了 80元雪藏東西當然了 80元雪藏東西 另外那間刀上面撿了 就知道了 對 因為很有趣 香港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件事 平民的食肆是很貴的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三順飯四順飯 都要三十幾四十元 譬如一些好中產 酒樓吃飯 平均除了人頭 八幾二百元 又不是真的很貴 反而是平民的食肆 譬如以前我們年輕人 沒有錢吃飯去哪裡 當然要坐麥當奧 原來麥當奧現在很貴 還有一個包子很小 是的 我想回應一下 Yu都好 他說現在的兩順飯 雖然好吃 但有很多油 沒有辦法 因為雪藏東西 我看了葉 你一定是 難道它不敢清清 魚都不敢清清 全部是炸的 一定是炸的 我又不是說自己經貴什麼 我又研究一些 就不夠熱的 因為它有個熱水盆 就燙著 但很快冷氣吹著 那些底熱水燙不到 有些是冷的 有些人沒有戴口罩 喂 這個 前面那個 那個魚 噴了口水 每個人都是這樣 看姐姐不戴口罩 然後我說 怎樣 要什麼 而且很流行 找一隻藍色手套 我很怕那些 好了 不送又是我們 好了 走去收拾垃圾袋 收拾食物 買一張桌 又是藍色手套 不送又是他 又不會脫到藍色手套 很害怕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